我这个主持人不是在当地 就是说全国的价格也是最高的 但是说我整体是供不应求的 你别说贵不贵 就是说你能买了也不出了 经常就是说小洲道 美国 加拿大 哦 还出口了 出口了 你量大了以后还要入店 不就是能替你买到的 他家这个猪头在当地很有名啊 很有名很有名 我们不要说整个海 整个南通都知道的 兄弟们 我现在是在江苏南通的海岸市 这里叫沙港镇 今天要去吃一个非鱼猪头肉 据说是卖55块钱一斤 我们现在过去尝一下 这就才要加点盐 加盐 明天加盐呢 加盐加血 来 我帮你抬一下 没事 来嘞 这一锅能煮多少猪头呢 三十个猪头 你这个也是老汤吗 老汤 这老汤有多少年了呢 上百年了 上百年了 对 百年老汤 哇 这个味道香啊 您这个猪头肉现在卖多少钱一斤啊 我猪头肉55 哇 这么贵啊 根据说的老汤 这穷我没有超过五十几块的 哇塞 您这个价格也算是天价了 对 铺平 别人说天天不够买 穷我各自主要用碗油 还有油剂 快剂 这是耳朵 这是耳朵 您这个是冷冻的 不是 刚刚算好的 刚算好的 算好的 肯定是天气要放到冷汤里面吧 我这边血液价格高一点 但是没有人行刺我都叫贵的 不够卖 不够卖 那么招财 招财 这是 招财 口条是吧 口条 招财 口条叫招财啊 对 跟这个叫门人名字不一样 也叫门腔 口条 不过鸡饭的旧化不一样 您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我干了三十多年了 我每天要叫老门鸡 老门鸡啊 这里面还要放鸡啊 鸡 这个鸡放里面它不会串位啊 这个鸡放到里面去周年轻说调这个 农村人家讲这个鸡精啊 就是调的腥味 腥味啊 增加猪头肉的香味 嗯 这是腥味 这个是猪蹄 对 猪蹄 猪蹄怎么卖的呢 现在 猪蹄也是55啊 一样的啊 一样的 像您这个一天要煮多少锅呢 我正常现在煮了五锅 这锅有没有两美金啊 差不多 那您这一天就要煮上千斤咯 嗯 对对对对 我看人家山东那边啊 猪头肉才卖二十多块钱一斤嘛 哪个猪肉不好吃呢 嗯 不好吃呢 每天我叫不同的调料 我总共二十八道比较的 那您这个不是香料包放里面咯 不放不放 就散放的 散放的 我们拍猪头肉也拍了不少 都是人看人家都是香料包 不要不要 我不需要 我也是江苏菲宜 哦 省级菲宜 嗯 江苏菲宜 那您是第几代的呢 我是自三代 呦 这个锅盖也有年代了 老了老了 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 要煮了三个小时 我这个全部都知道的就是 桃树根 现在不是说不给烧柴火吗 我这个 一个是会椅 啊 二个说我们这个政府 考虑的这个志望特色 这个东西没材 选择东西好吃 稍微不一样 这个还有讲究啊 还有还有讲究的 这个是装礼品带的 礼品 四斤套 哦 四斤套 四斤套 猪鸡猪头肉猪啊都很了 谢谢 这个是买送朋友的 对对对送朋友的 哦 这个两块是多少钱 5408 5408 老板娘收到540 哦 零头抹掉了 对 猪头肉出锅了 出锅了 哇好香啊 看着都流口水了 哇 谁漂亮 大哥你这猪头肉卖55块钱一些 是我排口最贵的一家了 我这个猪头肉 正常的说是供本应求的 因为冰地价格是不一样 但是我这个味道 也是不一样的 中央地址来江州卫士 上海卫士都在破碎过 来采访过 都来排过啊 排过 拿到飞机也不信用的 我这个护震驾驶啊 就是今天吃了以后明天想吃 飞儿本地啊 回味无休的感觉 这个猪尾巴 猪尾巴 价格天高的 100块1斤 猪尾巴100啊 100 哦 哦 你像我做主头肉 这个老门鸡 我问你都不要放飞机呢 其实看着脑子 老门鸡靠的一个味道 啊 是个主头肉的味道不一样的 这个鸡是怎么卖的呢 鸡是这个鸡 是我们这边的当地的炒鸡啊 都要预定的 哦 这个还是预定 要预定要预定 像这个口条 耳朵卖多少钱呢 六十 哦 贵五块钱 啊 贵五块一斤 你别认为我这个主头肉 好像是五十五里贵啊 你不一定 这南天的人买到的 哦 不一定是买不到的 不是给你选牛鸡 我不相信 你看看我这有牌子 照样定出来 都是奖牌 奖牌 老字号 江州飞鸡 中国名菜 还中国名菜 哦 不是给你选牛鸡的 哇 这个厉害 你看看 你这一锅啊 不要只万八块嘛 哎 差不多 那这一天啊 六七锅 不要卖六七万嘛 清真了 辛苦 这个锅你起不下 早上正好几点钟就做了 那你总起床了 哦 早上两点就起床了 对 咱们这边就是个小镇的 你每天弄这么多猪头啊 卖到哪里去了 我正在那里 现在全各自都有的 新疆 广州 乌鲍鲁 还有美国 到处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这个我这个肉 起你东西行啊 哦 煮的特别烂 哎 到肉味 这个就是刚刚出锅的猪头肉 大名鼎鼎的叫 神级飞鱼猪头肉啊 它这个猪头肉啊 首先颜色大家看一下啊 不是那种太重的 第一感觉就是特别的香 而且特别的软烂 跟我们以前在山东那边啊 拍的猪头肉啊 它是味道是完全两样的 它这种按道理应该属于清爽型的 不像那种 酱香味比较重 然后大料味比较重 它这种吃起来就是轻微的那种香料味道 香酥这边的猪头肉啊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比较软烂 猪头即化 你看 猪头肉上面 这个猪嘴啊 是最好吃的 这一锅都卖两三万 一天这七八大锅都不够卖的 天天往外加班 俗话说的好啊 硬吃鹿肉一口 不吃牛肉一筐 这个鹿肉号称肉肉之王 在古代只有三天以上的官员 过年才能翻到六斤鹿肉 全国能把这个鹿肉 能做得这么好吃的 没有几个 我说二十年他们都叫我鹿小宝 但是我没有那个伟小宝那七个老婆 但是做鹿肉啊 我全是行家 鹿现在的东西我全都做 兄弟们 我现在是在山东的林仪寺 之前啊 这个牛肉羊肉我们吃了不少 今天啊 带你们去吃一个被号称为啊 肉中之王的鹿肉 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下 来 王师傅谢吃吧 谢货 来货了 来鹿肉了 哎兄弟啊 你用这个阿尔法当小货车用啊 哎呦 这个拉货可方便了 空间大啊 好多人想来花几百万买 我都不审得卖给他 也就是永哥来往你看看 这个配方鹿鹿肉 它就是一点都不清不散不柴了 那你这个啊 就直接抓了也不用撑啊 哎呀 这二十年了 手臂撑还好使 一会儿放了锅里 立马就香味出来了 这里面总共配了多少种的啊 总共三十八种 这是山楂是吧 山楂吧 是为了放里面才这个好消化 吃了吧 感觉就不那个不撑好消化 要不人很多人吃了肉以后 回家不不消化不下他不吃了 这个鹿啊 是什么时候撒的呢 这是折腾王啊 这一箱好像都是那个 那条肉哈 那条建的都有 那个一会儿这个腿上都会建的 鹿腿上都会建的 这个鹿肉啊分不分品种呢 分好多品种 有梅花鹿 有马鹿 还有梅鹿 我们现在用的全是梅花鹿 自己养的梅花鹿 梅花鹿的营养更好一些 马鹿就是不是那个很大的那种啊 马鹿比我那煮的 马鹿比那个驴都大 它吃起来还是梅花鹿的营养好 这个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哇塞 这个是个鹿腿 我光这个生鹿腿啊 一个冬天都卖几千条 这一个鹿腿大概多少钱呢 这一个鹿腿六七百块钱了 这是个鹿头 公鹿头 你怎么知道它是公的呢 因为它被脚割掉了 母鹿没有脚 母鹿没有脚 只有那种公鹿头才有脚 这个脚就是叫鹿绒了 是的 这是鹿皮 这个必须放鹿皮 不放鹿皮 所以我要鹿皮冻 如果没有鹿皮 那个冻就不结实 冻不起来啊 对 我们不放什么添加鸡 食用胶的 我们就用鹿皮 20年之前开饭店 开了四几家 把它开开倒倒 倒化了四几家 后来我发现鹿肉是个好东西 在古代皇城国旗才能吃它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要做好了 前景无限 关键是它那个副价值太高了 你看我现在通过开鹿肉馆 我又养殖鹿 我还开了鹿酒厂 我这个养殖的自己做的鳄鱼包 这个卖多少钱呢 相对的 好几千 好几千啊 一个就好几千 我做这个鹿肉冷皮 我做的比较早的 就是我现在说这个鹿产品的开发 从做鹿肉冷皮 鹿肉香肠 风干鹿肉 包括鹿酒 包括各种这鹿产品 我都是这有一条路的不多 全部都不多 这锅肉好不好吃 就看它了 就放这个料包放盐 别的加个老汤 别的就会放了 好 开锅 这个要煮多长时间呢 大会儿开锅 中火一个小时 小会儿两小时 我光这个鹿肉冷皮 年底一千就对卖五六百盆 这边也是的 这边都是 那两边都是 这个好像不一样 这是鳄鱼冷皮 鳄鱼的这个 这是这种驴肉驴橙的 驴肉的 这是驴肉的 这个是鹿肉的 这是鹿肉的 这鹿肉的现在是怎么卖的呢 我这三斤斤肉带动六斤 卖三百六 三百六一盆 对 那这个鳄鱼的呢 鳄鱼的差不多钱 这个是刚做的 还没出真空的 刚冷住 我从早上到晚上 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做 这就是梅花鹿的吧 这是带皮鹿 对 梅花鹿 带皮鹿鹿 这个洞就是鹿皮洞 这个看着有点圣人 这是鳄鱼 对 带皮鳄鱼 还好吃的 你这个鳄鱼也是带皮的 鳄鱼也是带皮 二十多年小鳄鱼 这个皮比肉还好吃 但是有很多人不敢吃 是的 有喜欢的 今天还有 去年就过来买过的 去年过来 今天咋样买什么的 鹿肉 买鹿肉 鹿肉生配 买冷盆 你家还做香肠 我这个香肠可感情不一样 我这是梅花鹿肉香肠 对象我这个配方很好 我是蒸了以后又熏出来的 非常好吃 还要熏一下 我这是我熏这个绝活 鹿肉出锅了熟了 这就好了 我这个鹿头放在上面了 鹿头放在后面 你这个也是老汤 这个老汤快二十年了 选一花适应 公鹿头出锅了 吃鹿头啃鹿脸 有头又有脸 还有这说法 鹿头鹿口条 我做鹿肉做了二十年了 我说二十年他们都叫我鹿小宝 但是我没有伟小宝那七个老婆 但是做鹿肉 我全是行家 鹿身的东西我全部做 五香鹿肉 酱鹿肉 红烧鹿肉 鲜鹿肉 白切鹿肉 鹿肉 汤鹿肉 包子鹿肉 黑锁 全鹿鹿肉 火锅 包括鹿产品 光鹿鹿酒 我就三十多个品种 鹿鹿肉 鹿绒鹿鹿肉 鹿骨酒 鹿金酒 还有鹿皮包 鹿的礼品 我全做 跟鹿干啥了 跟鹿有关的 我说是做的 在全国这么专业的不多 鹿肉的货源一定要自己养才稳定 自己养吧 我鹿肉散养的 吃的是我们鲫鱼的金银花 汤上的大蒜皮 还有鲫芝草 喝着矿泉水 散养在山上跑着 活动着长大 它这样才瘦肉多不肥 人家说走地洋 你是要走地鹿了 我跑上鹿 马上跑 这种血的时候 好 先拿 这个就是要装冷盆的 装冷盆 切肉 你这个好像都是带皮的那一块 带皮它能成冻 不带皮我得掺着皮下去 还要加皮 没有鹿皮 这个看起来好软 很香 一个里面放两块 煤盆里面要放点鹿皮 对 这样 这个焦黄老汤就明天早点冻住了 都是切的那种大片 大片 比较细腻 这个肉啊 你闻一下这个香味 一边吃的一边想吃 肉质非常的细腻 软烂 这个大块的就直接摆在里面就行了 对 焦黄老汤就可以了 这才叫大块吃肉的 山东就是大口吃肉 大碗喝油 现在加上汤就行了 这个汤煮的时候用鹿皮煮的 这个老汤回去以后 你就是凉着吃 带动卷煎饼吃 还是断着吃 炒着吃都好吃 因为里面煮的时候 本身就是带皮鹿鹿 就是放了很多鹿皮 这个就是刚出锅的鹿头 之前我们这个羊头流头吃过 但是鹿头还第一次吃 感觉一下什么味道 试一下 哇 哇 它这个鹿头啊煮得还很烂 你看 这骨头轻轻一拿就掉下来了 这一个鹿头的话 我估计得有个两斤肉左右 哇 非常香 知道嘴里面有点沾嘴了 我这就叫满满的椒原蛋白啊 鹿肉以前没吃过 但是感觉味道还真不错 这边是刚刚出锅的鹿肉 而且它这个鹿肉都是带皮的 梅花鹿的肉啊 它的皮下面是没有什么肥肉的 薄薄的一层皮 下面都是瘦肉 有点像牛肉的味道 但是它吃起来比牛肉啊 那种肉丝啊 稍微细腻一点 香香香 大家还有这种鹿肉冻 尝一块 哇 这种冷的鹿肉啊 吃起来 我感觉比这个热的更香一点 而且它是带这种冻觉的 非常爽滑 这是下酒的好菜 它这个鹿肉冻呢 是那个盆卖的 一盆呢正常是三斤肉 然后三斤冻的是六斤 卖三百六 这种我觉得如果你回去以后 把它化开以后啊 弄点白菜炖一下 应该也很好吃 这边还有这个鹿肉香肠 从来没见过鹿肉灌的香肠 它这个是被烟熏过的 所以吃到嘴里面明显能吃到那种烟熏的香味 特别香 这个用的是什么鱼啊 以白莲为主 还有其他炸鱼 我看你这个好像没去鱼鳞吧 没有 鱼鳞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一类的 反正营养也比较丰富 鱼鳞还是好东西啊 对提鲜的 这个全部要把它捣碎哈 对 就跟那个三斗大鸡 捣鱼翅差不多 炒这个鱼车的 有三件东西不能少 葱 姜 酒 它是去腥的三大法宝 好浓的酒味啊 这是白酒哈 对白酒 像这种做法有多少年的历史呢 应该从乾隆年间 然后到现在应该有 270多年的历史吧 今天总共用多少鱼鳞 今天用了五六十斤吧 这锅炒干了 基本上就剩一半了 这个鱼鳞呀 每天的话 得炒两三个小时 得把它炒干了 像这样的金黄色 一定要把它炒干 炒焦 不能炒焦 得炒成金黄色 把水分全部炒干 那你还做不做不做啊这样 我们就每天早上做早四 正常的四五点就有客人来吃早饭了 那熬鱼汤几点熬的 我们三点多就起床 每天 兄弟们今天我们来到了鱼汤面的发源地 江苏东台的富安镇 现在是凌晨的四点 大家已经开门了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个是切的韭菜哈 对韭菜 韭菜包饺子的 韭菜馅的饺子好吃啊 饺子也是鱼汤下的 鱼汤饺子 一般人家家里都喜欢用韭菜包饺子 这个就是昨天炒的那个杂子啊 对 不要放多只要放一盘 一个早上要熬五锅至六锅汤 才能够用 对才够用 像这个一锅汤要熬多长时间呢 不低于15到20分钟 必须要大火使心的孤独熬制 一个是鞭卡一个是熬制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咱这个鱼汤面啊 到底是哪里是正宗的发源地的 谈你这个鱼汤面啊 说来话长啊 现在在我们周边 东台他也注册了说 是东台鱼汤面 严城也说是严城鱼汤面 周边的这个新化呀 泰州啊这些地方啊 他们也说鱼汤面是他们那发源地的 其实啊这个鱼汤面的发源地 真正的应该是 就在我们富安这个地方 那你家在富安镇啊做了多少年了 20年了 也属于老字号了 老字号 这个道的是什么 生姜水吃腥的 这个就差不多了哈 嗯 我要出汤了 哇塞奶白奶白的 这个就叫头片汤了哈 对 上面有浮沫打一下 头片汤它可能有点那个腥气味 对腥气味比较大一点 哦 这是要把鱼杂过滤掉 这个鱼杂滤出来就不要了是吧 嗯 还可以再熬的 哦还要再熬 嗯 这个熬过了好像现在都看不到什么刺的 对 就碎了 变成碎刺了 哦再放进去再熬 哇这才没到五点啊 都这么多人过来吃鱼汤面了 咱们现在富安镇上有多少家做鱼汤面的 大小可能有二三十家吧 咱们家在富安镇算不算做鱼汤面最大的一家 不一定不算也有还有 哦也有做的比较大的哈 对 这是做二变汤了 不是还是头变 哦这个还算头变 这个汤好浓啊 这个就是我们东台人最喜欢的头变汤哈 对的 现在这个面卖多少钱一碗 现在面卖七个月一碗 部分大小碗哈 这个是烫南丝哈 烫南丝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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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怎么卖的 这个不是每一碗 这个是每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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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配的送的 哦 来加点花生米 嗯 哇这个可以 两碗配一份 哦 两碗配一份 一碗配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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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量不一样哈 哦 这个就是一人配的哈 一人配的哈 哦 大家这个鱼湯面味道怎么样 很地道哈 哦 哦 哦 大爷也来了 八十辣 八十四辣 八十四辣 喝二两 这是什么 人类不优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家里带过来的 小凉菜 哦 猪肝 哦 这是猪头肉 这是人参泡的酒 啊 这还有一个小古董的酒壶 仪式感满满啊 这个是干嘛的 哦 烫酒的 您在他家吃鱼湯面 吃了多少年啊 您在他家吃鱼湯面 吃了多少年啊 您在他家吃鱼湯面 听不到 18年了 哦 天天了 一听吗 一听不出了 啊 准时过来 赛哥 像你们早上正常啊 一个早上几个人能消费多少钱呢 四个人四十块钱 哦 四个人四十块钱 哦 年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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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这个鱼汤面在当地是不是最出品的一家 这个饭料好像没有只能夹什么 那么来 我们也来两碗鱼汤面 其中有一份给我加点馄饨在里面 一碗馄饨面和面条 对对对 这个用的是什么面条 水面 水面好熟啊 这些水面没有食物 这是馄饨面 这个是鱼汤面 好 干湿来了 这个就是东台富安的鱼汤面 来看一下 这个汤好浓啊 他那个鱼汤面现在是卖七块钱一份 然后这边还配了一份这个 梁曼干湿 这个价格感觉还是非常实惠的 来口汤 来口汤 哇塞 好鲜啊 这个吃的就是头变汤 他们东台人最喜欢吃的就是头变汤 特别咸 他这个面条啊就是那种水面 咸水面 嗯 这面也好吃 非常有筋道 关键是这个汤好 哇 这个汤太好了 来点干湿 来点干湿 这个也是我们盐城这边啊 比较有名的早餐特色 凉曼干湿 冬天啊 来碗这个鱼汤面 特别舒服 软腥软味 老板你家这个汤是不是免费蓄的 是的 可以的 可以免费蓄汤哈 大姐给我续点汤 嗯 给我加点汤 我这个汤好喝 汤好 这要加点盐是吧这个 加点盐 啊 如果说你要做不好做这个鱼汤啊 它腥味非常重 但它这个处理的还可以 有一点轻微的腥味 你看现在才5点多钟后面都做满了 全是池面的人 来点姜丝 正好用力 冬吃萝卜 虾吃姜 人家做干湿都是三十五十地 我家就是三百五十地 最贵的足够一分是八百的 八百是吧 你跟泰度呢 像24号 就是泰度第一次的 还有重量第一次的 不能拍摄在那里 日白六日白天 人比较多 有的东西要吃 要等最长的时间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都到 兄弟们 我现在是在江苏泰州的华港镇 今天带你们去吃一个 三百块钱一分的天价煮干湿 而且是在一个村子里面 这里是叫西东村 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下 大哥我们跑了几百公里了 来尝尝你的干湿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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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这边的 位置的人 值班都是位置的人 到这边来吃大煮干湿 你现在的干湿正常是怎么卖的呢 正常一边你到我们这边的车 它都是三百五百的 太多了太多了 三百五百啊 就是位置人干过的车 这么贵啊 你不能说贵 我这个屁料是相当的 你们可以看 像我这边的这个河下 是野生河下 野生河下 都是我的野生河下 这个牛肉都是一百一斤的 这个牛肉 这个屁料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份配的是多少钱啊 三百的 人家其实要的是三百的 三百这里面有什么 还有削肉是吧 削肉 还有牛肉 大哥那里也给我们来一份三百的 好你们也来一份三百的 好吧 那我先把这个放在这里 先帮你们搞一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百的是什么配料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精辟 这个就是瘦肉片 瘦肉片 对对对对 我们还是精辟的 这是小肉 小肉片 那像这个牛肉 珍重的这个水牛肉 拿的都是最好的顶级的 一百二一斤这个 这是水牛肉不是黄牛肉啊 水牛肉肯定用水牛肉的 黄牛肉拿的不好比的 我们用的这个核椒全部是糊的 你看 这全是小核椒 小核椒 尊重的野生的野生核椒 放点霍 这是皮尿 这是皮尿 这个木耳香菇 这是雾犬 雾犬 雾犬 这是笋 这一份量多大 这个要把它煮熟了 这个就放核椒 这个现在把它炒出来 这个是放点洋葱 洋葱 这是姜皮 要把它炸一下 把香味又炸出来 这个是葡萄汤 葡萄汤 葡萄汤 对 你这个配料也不用炒 就直接下汤煮了 这个皮尿煮熟了 直接下去煮了 你这一份干肆 卖这么贵 这边有人吃吗 太多了 人家都是从威治赶回来的 就来品尝我这个大煮干肆 这也是一种特色 像我们这个吃饭 人家煮干肆都是三十五个地 我家就是三百五百地 这个马上烧透了 一路就要放这个核椒 核椒最后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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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点清开 清开 你看这个核椒不能一次放 还不能一次放 这么多核椒 核椒 你这核椒都要吃到一百块钱了吧 那你这个最贵的是多少钱分才开始 最贵的足够一份是八百的 八百的 八百 它的屁尿不一样 屁尿的不一样 八百的有哪些东西呢 八百的也是这么多的尿 它就是尿肚 人家是煮大份的 哦 量大 量大 人家是开会 这个大会谈 叫我煮一份八百的 那你偷到 现在偷到 这个核椒才能放 哦 现在你放核椒 你看 然后最后翻 翻八叶 这个就是干丝了 我们这边是百叶 百叶 你这个干丝上 跟杨泽的干丝有什么区别呢 杨泽的干丝 我们这边是煮这个八叶 人家也就是煮干丝 实际上 我们是用的百叶 那你看看 这个要最后翻 哦 现在翻 不能一尺翻 最后翻 咱这个百叶有什么特色吗 这个百叶是我们本地的 我看你外面有个大牌 叫什么百叶吃香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看一下 这份煮干丝 三百 马上好了 看起来招也很简单吧 哎 我二十五去开始干了 我今年五十八去 呦 干三十多年了 对对对对 老师傅了 那家里这个三百五百的 一天能卖多少份呢 一百六 一百七 反正比较多 早上最多的这个能 四五十单 你这个卖这么贵啊 有没有人嫌你贵啊 开始都是鱼是贵三百五百的 实际上人家到鱼平堂股 就感觉还蛮好的 也是这个价位的对对对对 这个特色的中央的特色的 特色感官的拍的 还有我叫特色 就是大煮干丝跟蟹王宝 这不是炊的啊 这不是炊啊 这也不可能炊牛啊对对对 这是最后放点蒜 蒜 蒜 麻油 这就好了 这一份三百块 蒜好了你就闻进 这有一种香味 它是不一样的的 这就是蟹王宝 这是蟹王宝 这个是蟹王宝 这个怎么卖的呢 这个是二十块钱一口 二十一口 这都是人家盯的 都是二十一个啊 这个都是二十 也有人做三十的 也有人做五十的 要看人家怎么盯 这个包的是多少钱一口的呢 这个人家盯了三十块钱一口 那这种五十的 跟它有什么区别呢 五十的蟹王 肯定要多一点 就另外看一下 这个就是泰州的煮干丝 三百块钱一份 今天我们也算是 小刀扎屁股开眼了 从来没见过 这么贵的煮干丝 它这个里面配料 还是比较多的呢 这种啊 就是那种野生的小和虾 这还有削肉 这个这个比较特殊啊 这个老板刚刚说了 它是水牛肉 一百二一斤的水牛肉 不是黄牛肉哈 我们正常啊 以前吃的都认为黄牛肉好吃 但他们这边啊 水牛肉更珍贵 一百二一斤 尝一下 哇 这个肉非常香 这干丝是他们这个地方的特色 干丝之香这边 非常的嫩 而且吃到嘴里面啊 就是明显的那种豆香味 大煮干丝啊 好不好吃 这个汤啊也很重要 骨头汤 非常鲜 我觉得它这里面啊 重头戏实际上就是这个 这个盒家 这可是好容易 你现在想吃想买啊 都不太好买 哇 这个好吃 特别鲜 它这边啊 其实就是个小镇的 但是这家啊 就是靠着一道煮干丝啊 在这边成名了 很多人都是老远开的车过来吃 它这个 其实你看它是卖的 这个价格比较高 但是它的量大 你看 它成干丝啊 都是这种盆尘的 最少七八个人够吃了 包子来了 哎 好谢谢 这是它家另外一个特色 蟹王包 哇 这个才叫大包的 这个包的大 我们以前吃过那个蟹王汤帽 它都是那个死面的 薄的 但是它这个是发面的 大家看一下啊 冒油了 满口的那种蟹王的香味 泰州这边呢 是云里之乡啊 它的水系啊 比较多 所以它这个虾蟹啊 比较多 这边的蟹王帽啊 也是非常出名的